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这个盘中秋节会不会变 就问大人哥咯 好 那就请看今天盘几盘 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 9月5号星期一的 忍者无敌古魔力 我是主持人德宇 赶紧邀请我们面面俱到的 大人哥摩尔头铺的 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您好 德宇好 大家好 我们节目已经全新改版了 成为上下两集 那么在上集的部分 是我们的忍者无敌古魔力 大人哥会带大家 来观察今天的盘式变化 还有抓出个股的轮动 那么在第二部分 我们就是进行了 忍者无敌巨宝旗的部分 透过大人哥深入浅出的介绍 来进入期货的世界 拿到财富自由 那么在第一阶段 这个忍者无敌古魔力的节目当中 除了盘后解盘之外 大人哥有的时候 还会不定期的来录制 这个大人哥玩股的教学单元 最重要的是 这个大人哥玩股 常常是领先市场 分享给大家 很多这个关盘的重点 甚至是很多 这个教学的影片等等 就比如说网通好了 大人哥 你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我问过您 我说这个怎么办 怎么办 网通这个媒体说 它有三高 什么库存高 人事成本高 但是大人哥就说 别急 今天的库存 就是明天的营收 果然你看 现在媒体都改口 跟着大人哥 一起来往这个方向走 而网通族群 在缺料缓解的状况之下 表现也相当不错 要请教大人哥 怎么样继续来追踪呢 好 德宇好 大家好 德宇总算回来了 是 对 因为如果你不在的时候 我要一个人一直讲 对 我重获自由了 我从心以后会好好做人 还是这样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我们每天每天的 盘后解盘 跟我们的影片内容的话 刚刚也就如德宇所说到的 因为我真的会把 我自己赚钱的工具 拿来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你会看到 我们每天的节目 跟其他人绝对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教学也好 产业也好 个股也好 甚至来看这个是我们YouTube的频道 YouTube频道的话 我们这边也特别跟大家提醒 这边有忍者无敌 股魔力 那这边有的话是忍者无敌 巨宝旗 就是我们现在把 就是盘后的部分 把它分成两个单元 一个是讲股票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是讲期货 在往下看的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叫大人哥玩股 那这边你一定要把我们的YouTube频道 来把它做订阅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把它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 投资者们 如果你有知道谁在做投资的话 你可以把它分享给他们 因为这里面的影片的话 真的可以帮助你做趋吉避凶 真的是我赚钱的工具拿来拍影片 拿来分享给大家的 比方说你看这个是教你抓到千点的行情 对 那这个的话就是你可以运用很简单的 背离的技巧 你可以找到说如果当大盘破底的时候 可是结果如果期货没有破底 甚至像指标不破底的时候你好好抓那个转折点 头部也是一样 头部假设如果大盘创高 可是指标没跟着过高的时候 你就发现说有可能是一个 比较偏向于转折的讯号 所以那个影片都在那里面分享给大家 那刚刚德宇讲到的 就是在我们之前4月份分享给大家的地方 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来 那个期货不能说的秘密 你真的要看着反指标的操作 你会赚得更多 散户在做什么 你跟着散户反方向做就可以了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然后再往前看的话 你会发现说 其实之前我们跟大家拍过的是缺料缓解 网通的部分 那网通的部分的话 如果你印象还深刻 其实如果你有看到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过 瑞玉他之前召开法说会的时候 他说他们的营收获利创高 可是毛利率看起来是比较被吃掉的 那那个讯息 我们就特别跟大家用产业面来去做解析 原因就是因为瑞玉IC设计 他的网通的这一块啊 今年很好啊 可是呢 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把那个所谓的 转嫁的部分转嫁给他的下游了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过 你看这边我就跟你说过 下游他就会是一个下肥 然后但是IC设计却是一个上售的 这样一个程度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边跟大家分享到一些相关个股 比方像是神准也好啦 或者比方像是中雷啦 然后什么志邦这些相关个股的话 都在我们上次影片来去做分享给大家 那一次的影片 你看一下这个时间喔 这时间我放大给你看 来这个时间的话是在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 录制给大家的 然后到5月份的时候 还有人说什么 那个库存太高啦 然后说什么 库存的话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100多亿的库存 那时候我就跟大家说过了 其实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那时候的库存啊 其实是因为之前是缺料的关系 可是后来缺料都缓解了 所以他可以把这些库存 然后都变成一个营收 就变成是一个实际出货出出去 那目前市场上面也都在这样讲 然后呢甚至像是前一阵你看 那个就是好像媒体在专访 中雷董事长也在这样讲 所以如果就现阶段来说的话 目前看起来好像似乎所谓的缺料缓解 或像是网通的这一块 已经变成是一个市场上面的共识地方了 所以我们的节目真的会领先市场 告诉你现在目前的产业的方向的地方 那另外的话呢 就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你看这就是东雷嘛 对不对 然后再往后看的时候的话 我直接把那个投影片抓出来给大家看 我跟大家说过像什么奇迹啦 像质疑啦都是我们前一阵子 我要再实强调是前一阵子看好的 因为现在目前的话 我在等他拉回做第二只脚 因为打出第二只脚 后续对于接下来的下半年 甚至是明年的订单跟成长的部分的话 会更加乐观 我不要这时间点全部在市场上面 趁热度的时候 你再去做一个追高的动作 那是一个风险相对高的一种方式 那你看喔 来自正文的地方 我特别也跟大家抓一张图片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有图有真相的 来 这是在我们在讲正文的时候 我说我没有在看正文 我在看的是他的小金基 转投资的小金基 那哪两只小金基呢 他有一只叫做是6546的正基 另外一只的话是6550的 北极新要约KY 他那时候即将上市 所以我们那时候 请大家特别关注说我在看 其实我不是在看正文 因为有太多更好的 网通的股票了 像神准也很好 像中壘跟智益都很好 那正文来说的话 我反而在关注他的 这两只小金基的地方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前一阵子像正基 也是一个逆势创高 然后呢投信也在去做买超 那这两天的话 应该不能说这两天 应该说你会发现说这几天 也突然全市场都在告诉你 这个北极新要约 北极新 那北极新要约的话 我今天就没有太多时间 因为时间已经六七分钟了 所以你看看到我们的股魔力 我们之前就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如果这种所谓的本孟比的股票 题材面的股票 我很老实说 到目前为止的北极新要约 他还没有看到他的营收进来 那甚至的话 他会在9月份的时候 才去做一个解盲 就是他第三期的解盲那个动作 可是老实说啊 解盲到底会不会成功 我不知道 可是呢 已经有人先知道 这个买点出现了 这是他前一阵子的一个买点 然后呢买在114块的附近 那127块这边有一个 先做一个获利了解 这样子一个 就是多单获利出场这样一个动作 然后呢 拉回来到123块附近的时候 他又出现了一次买讯 所以如果你有把我们北极新要约 把它放到古墨利吉斯多里面去的话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知道 这些大户们到底什么时候想要去做发动 或者说这些大户们 他明明不管他有没有营收 不管有没有基本面 他就敢做 北极新要约把它做上去给你看 那这是123块 然后到今天的话呢 你应该看得到 全市场都在跟你喊北极新要约 因为他今天又涨停了 今天大盘是 就是频繁附近震荡 然后贵买的话是跌1%多 结果今天他一样转成一半 218 那218 这里是123到218 然后你如果一张 我只要说一张就好了 你一张北极新要约你买在123块的话 到今天为止的话 你一张赚97000块 那这个波段涨幅的话这是77% 所以这是现在目前我们的股魔力 真的可以帮你抓到 个股的精准的买卖点的这个地方 那当然这边来说的话 我也很老实坦白说 到这边为止的话 我恐怕在这边我已经买不下去了 因为他就没有再出现买讯了 除了他什么时候再拉回来 就像这边啊 就是115这边 然后再拉回到123这边再发买讯嘛 可是到目前为止的话 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出现所谓的那个 拉回收稳的买讯的时候 那我宁可在这边去做一个另外一个个股 然后呢缝低 然后呢拉回 然后呢转强 去做一个承接这样的动作 所以这个观念来说的话 我觉得每一次我在讲 一些升级股的时候 我都会比较谨慎小心一点讲 因为我真的很怕 有人就看着我的节目就跳下去买 当然你如果前几天 看我们节目跳下去买的话 应该还是赚钱的 可是到这边为止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这到这边都是一个比较偏追高的动作 那宁可跟着我们一起来逢低 然后呢弯腰去剪钻石这样的动作 好所以呢这个北极新药业一张耶 一张就赚了97000块 这个获利呢77% 好谁抓到的呢 大人哥对不起 好这个是骨魔力抓到的 好这个是大人哥的心肝宝贝啊 我们的这个骨魔力 大人哥花了很多很多的心血 帮大家写出来的这个骨魔力的APP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在123块的时候 就抓到了这个买点 非常非常的这个漂亮 那当然呢也前置的邀请大家 如果你想体验一下这个骨魔力的威力 好或者是呢 大人哥别再迟了 大家都知道骨魔力是你的 好所以呢 想要体验一下这个骨魔力的威力的话 其实就可以利用我们 0800668085的这个专线电话 或者是呢 直接加入大人哥的这个Light 8 然后来体验一下我们骨魔力的这个神奇 当然啦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很多长个股 你会发现其实都已经长了一大段 而且大家现在都来蹭热度了 这个时候呢大人哥说别追高哦 因为呢我们还有更多更好的标的 拉回手稳分批布局 跟着大人哥一起来弯腰减真实 0800668085的针线电话 或者是直接加入大人哥的Light 8 这棍频道 那么让大人哥呢先帮你来做一下这个 持股的健康检查 太弱留强哦 那在这个时机呢我们一起把很多很多好的股票呢 把它给捡起来 一起来卡位布局 当然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这个礼拜 台北股市只有四个交易日 是 因为礼拜五的时候就要放中秋节廉价了 对 那每逢中秋就会有这个问题了 大人哥 当然不是问说月饼哪一家好吃啊 是中秋节到底会不会变盘啊大人哥 这个问题我一定要请教你了 好 怎么观察 好 那我刚刚我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我要跟大家做相关的提醒 因为古魔力真的是我的心血结晶 然后这个好用的工具分享给大家 然后我自己个人的话 其实我们有节目里面 真的蛮多一些教学的部分 比方说我刚刚前面不是有说到北极星药业吗 那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说过 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要点 就是如果你有看到有人跟你说北极星药业很棒很棒 然后你赶快去买他的母公司 正文会有补涨行情的时候啊 老实说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 是一个谬误或者说一个错误 我真的不太好意思批评别人 但是如果真的有这样告诉你 那是观念有问题的一个做法 来这个看一下 这是北极星药业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它在创高的过程来说的话 这真的就是一张就是 一张就是赚9万7 那可是你看这是谁 正文 我就跟你说我没有在看正文 我在看的是更好的网通厂 或者我在看的是正文的小金基 那我没有在看正文的原因就是因为 如果真的你要看拉所谓的落后补涨的话 它真的就是一个比较偏落后的而已啊 所以如果你有心脏的话 如果你有心脏的话 听我这句话 你就把股票放到股魔力的及时多里面 去跟着讯号去做操作 那如果你没有心脏的话 你宁可不要做它 再坏再坏的话 也不要做什么所谓的补涨股 因为补涨股会落后 然后呢会先跌 所以哪一天如果北极星它开始跌的时候 那个正文会跌的更凶给你看 所以这要跟大家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观念继续来做补充的地方 我刚漏讲了 赶快跟大家做一个相关提醒 这是我们节目很重要 会跟大家讲一些 那个操作观念 跟产业的一些面向的 内容的地方 那回来到行情的部分 行情的部分的话 我还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仕图 那这仕图的话 就是我要跟大家讲说 你可以看大 然后做小 看着人家的美股的方向 然后知道你现在目前台股的方向 还有因应之道 那这相关的部分来说 你看这个大盘 这个是NASAC指数 NASAC指数这几天 确实是因为报完那个言论 或这样是FED的官员 他就说 他们很乐见看到股票下跌 这个是我们上礼拜跟大家说过的 那真的是官员这样讲的 那官员他这样讲的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他就是要告诉你 他就是要压抑通膨 那压抑通膨简不简单 老实说 他只需要花时间就可以的 因为油价也没涨了嘛 然后呢 他在看所谓的通膨年增率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 就算现在目前 那个油价维持在80块90块 这个相对的高档位置 只要明年 还在80跟90 他就是一个年增率0而已 所以他要回到 回来到所谓的年增率2%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 只需要花时间就可以的事情 所以如果现阶段来说的话 那这边的美股 正在去做一个短线上面涨高 然后呢拉回过程来说的话 当然他跌破了季线 可是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他如果在季线上去做手稳 那对于后续的一个行情 他一定有他的帮助所存在 因为美股必须要先手稳 那台股才可以去做一个 回稳跟上的这样一个动作 所以今天的台股的部分来说的话 今天上涨了 中场下跌了12点 11点 11点94点 那你会发现说 其实今天喔 我可以跟大家说 今天真的是 户盘户得很用力的一天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说 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如果你看今天的 这是谁 大盘交战指数 然后呢台积电红的 然后呢联发科红的 然后呢 鸿海红的 他就是在户这些股票 全资股 对啊全资股他就户给你看 当然今天的那个联电 是因为有一些成熟制程的杂音 所以他今天的话比较疲弱 但是怎么样看起来 就是一个黑手在去做户盘的一天 那贵卖指数的话 今天当然比较偏弱一点点 我们回来到我刚刚前面说 那个仕途的部分 那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外资在卖超 国安基金在户盘 然后呢新台币汇率的话 在正在走一个区扁的方向 30.7 目前还没收盘 我不晓得等一下收盘 是怎么样的状况 那目前的话是30.725 对1美元 这已经是一个扁到近期的 一个新低点了 因为新台币汇率在扁的过程 外资再去做一个撤出的过程 可是外资再撤出的话 今天的台股就是 黑手在那边去护得很用力 那所以今天的话就发现说 台股不太跌 然后结果贵买中小型个股的话 是跌的比较重一些些的 可是我觉得要跟大家讲一个 比较重要的问题 其实你会发现说 有一些贵买中小型个股 他虽然今天叫做是下跌 可是你看他这个位阶 他却是一个比大盘来得更强的位阶 也因为他还守在了月线和季线之上 大盘已经跌破了月季线了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 这边就是变成说一个大型股 那外资卖 然后国安户 那边震啊震晃啊晃的 然后要跌也跌不太下去 可是要拉的话也很难 因为目前看起来的那个美股还没往上拉 然后呢可是这个时间点的话 你还是要好好的去做一个中小型的个股 尤其是下半年展望乐观的一些股票的 这样子一个拉回首稳的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 承接的好好的买点的这个操作部分 是好所以呢 其实就如同大人哥讲的一样 现在的这个指数呢 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很多的个股都已经是我们的机会了 但重点是怎么要找出这些个股呢 到了这个礼拜四 大家稍微休息一下 过了一个中秋廉价之后 应该付局的方向怎么看 应该选股的这些方向要来怎么找呢 请教一下大人哥了 好 那我们就继续来延伸一下 刚刚德宇要问的问题 也就是说那会不会有所谓的中秋变盘 或者是很多人在讲所谓的中秋变盘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种中秋变盘的统计啊 就过往的经验就是一半一半 有些好像看起来会涨 有些看起来会跌 有些看起来不太会动 所以我宁可请大家回归到一个 比较真实的状况 就是说你不用管所谓的中秋结 会不会变盘 你应该要把握的叫做是说 你要持续看着大型股 然后去找一些中小型的受惠股 这个部分 然后甚至说 因为其实所谓的中秋变盘 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说 你看像这个礼拜 其实就只有四个交易日而已 因为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然后礼拜五就要休假了 连续三天的廉价 一定难免会有一些人会想说 只有三天廉价 美股不知道会怎么样 台股不知道会有什么意外 所以就在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 先把一些股票先做一个 那个卖出这样一个动作 那这就是现在我觉得 还蛮常出现的惯性 这不是什么中秋变盘的原因 而是因为本来在长假之前 他就会有一些提前的卖压 那可是真正的卖压完毕结束之后 那你会发现说 其实敢过中秋的人的话 那就敢在那个礼拜三跟礼拜四的时候 来去逢地去买股票啊 因为他觉得无关紧要啊 那反而是说 今天如果把股票卖掉的人的话 那反而会错失那个所谓的礼拜三礼拜四 有一个还不错的 那个拉回首稳的地方的那个承接点 因为敢看到接下来后下半年的方向的人的话 我想应该不会是一般人 所以如果你这个时间点的话 可以看着礼拜三 或者礼拜二的拉回 甚至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有一些人开始在买股票了 你好好观察说这些人在买什么 那这些相关的个股的话 就很有可能是一个下半年的成长股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下半年的话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一些产业的部分 比方像是电动车 我觉得依然是乐观的 然后呢网通 我也觉得依然乐观的 因为网通这几天在回档 那可是他们叫做是 我顺便给大家看刚刚起档个股的一个状况 就是你会发现说 虽然这几天哪有一些个股是在走一个回档的过程 那你会发现像这种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538的中壘 前几天它真的是被市场面去称的高高的 我们分享是在这边 4月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过了 所以4月份是75块的中壘 那8月初的时候的话是107块的中壘 所以你去追那个107块的中壘 当然很贵啊 可是当大家在拉回的过程来说的话 你看它今天虽然是好像也是下跌0.82% 可是它的一个状况依然是守在了季线之上 这是比大盘来得更加的强势的 那对的股票它就会有那种创高然后拉回 创高拉回的这样一个惯性 甚至是说你看像一些车用的股票也是一样的状况啊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像核大 你看喔它这种股票也是一样 就是那个整理线型整理完毕 从这边转强向上的时候 就是站上了季线之后到那个创高然后拉回 创高今天跌4%会不会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一个还蛮正常的啊 因为人家是刚开始转强啊 然后转强过程来说的话 它是跟着特斯拉的 那特斯拉因为它的那个营收真的有开出来 然后呢它的新厂这一块来说 看起来也是一个持续在去扩敞 然后甚至它也要跟着特斯拉去那个 它也要去做北美那边去做一个设厂 所以未来的什么什么那个 削减通风法案对它来说也都是一个利多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看到有一些电动车的股票 虽然今天下跌 核大今天下跌嘛 然后呢今天的话同志 同志今天下跌3%多 可是这种都是叫做是 你看这边是站上了季线之后 有没有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6月本来应该要创高 可是没创高 却被拉下来 然后拉下来之后的话打底转强 那打底转强的话 今天就算跌个3% 也只是从150块这边转强到180这边的一个 正常的涨多的拉回的过程 它并不是转弱破底 而是涨高之后的一个拉回的动作 所以这种股票 你应该要好好把握着 礼拜一礼拜二的卖压 然后带来的礼拜三跟礼拜四的 这种低档的承接的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手稳的时候 你可以去做留意这种个股 那这种个股来说的话 其实都是现阶段 你要跟着法人一起去做操作的地方 所以比方说像是2497的一粒链 之前我应该跟大家说过 像这种股票的话 你会发现说这边也是一样 这里明明在6月的时候 要准备去转强了 可是一样被拖下来 然后拖下来的时候 这边又打了一个底部 那跟着投信买超之后创高 但是创高之后 却短线上面有一个比较属于重挫 今天它跌9% 但是我会告诉你 今天的投信他们的一个想法就是 顶多就是回来到我的成本附近的位置而已 所以它就是在看这种行情 它就是在看这种股票 所以他们在做的一件事情的话 并不是在去做坠高杀低 而是在做一个分批的一个布局的动作 所以这时间点的话 我觉得可以 还是可以跟大家好好说明说 下半年你看对的股票 看对的产业 那也趁着这个时间点的话 就是用分批 然后拉回 然后手稳 然后去做一个转强方式去做承接 这是我们最近跟大家讲到的封低 然后弯腰剪钻石这样的动作 那我最近也在布我们新的钻石股 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 钻石一号也在做布局 然后另外的话上礼拜也跟大家说过了 这礼拜我会另外再加码一档工业电脑 那这档工业电脑的话 因为它其实位阶很低 所以我不会在这边去叫我们的会员 再去做那种什么化碳的 8114的那种振华店的那个追高了 那这边 振华店这边就有点追高了 然后广基的话也有点追高了 所以如果这边来说的话 我会情愿去找一个就是 拉回收稳转强的低位阶的这种 所谓的工业电脑股票 那这些相关的缺料股票的话 都是下半年法人正在布局的方向 以上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真的从大人哥刚刚的分享当中 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Key Point 就是大人哥持续的在布局钻石股 包括我们的钻石一号之外 还有刚刚不小心透露出来的 这个工业电脑 我们也有新的标的了 所以在最近这样的一个 压回的过程当中 欢迎大家利用我们 0800668085的专线电话 或者是直接加入大人哥的 这个Lite 8 利用这些好股票 这些好标的呢 被压低的过程当中 跟着大人哥一起来 弯腰剪钻石 好多好多超便宜 超优质的股票 都等着我们一一的发掘 而大人哥已经帮大家 列出清单 我们一一的卡位布局 赶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了 0800668085的专线电话 或者是直接加入大人哥的Lite 8 先让大人哥帮你的持股 做一个健康检查 太若刘强 我们一起把这一步的行情 给赚起来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也诚具地邀请您 加入大人哥的团队 再一次感谢 我们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库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 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NE 和Telegram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 DAR888 谢谢大家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